这一组写作语词也是用在作文的主题句 而且放在最前面 那么它有三种比较常用的表达方式 第一种是用It goes without saying let 记住老师一定要强调这个地方要特别留意 Let字句配it不要疏忽掉了 这边也是一样It配Let字句 但如果说你现在用的是片语 那就needless to say就结豆点 后面就结一个句子 所以有It就要配Let 有It就配Let 这三个意思是一样的 不用说字补代言表示 后面这个句子的内容是不用讲的 太明显的 太这个很清楚了 所以三个给同学做参考 我老师建议你多用这个 needless to say 豆点 这个很好用 而且也比较不会出错 现在我们看例子 It goes without saying let 好 这件事情是不用说的 什么事情就在后面 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rmal 时间跟潮水 wait for等待 normal就是否定 不等待人 不等任何人 我们就翻岁月不待人 岁月不饶人 这是第一个 写法 有的同学啊 这个我曾经改过这样子的作文 同学都没有背首 变成 It is no say 就是不用说啦 这样子的表达方式都是错误的 It is no say 这都是没有背首 没有把这个句子的语法记清楚 那甚至还有一个同学是写的 不用说就直接写 no say 然后这个豆点 然后面又来一个句子 这些都不是正确的 还有同学就直接就用 without saying 不用说 然后就写一个句子了 这怎么会对呢 上面的写法都是老师在改作文的时候 有碰过的一些错误 要避免 我们现在来看第一题 出国留学需要花很多钱 是不用说的 现在我们重点在这边 不用说 先把它完成吧 就用这个 一定要先写不用说 因为这个是 放在主题句 一开始的一个固定语词 不用考虑那么多了 什么不用说 一定就放句首了 我们先写吧 need list to say 好下去 出国留学要花很多钱 出国留学要花很多钱 完了 要用什么当主词啊 有的同学是这样子 老师出国留学英文就是用 没有错 studying upload ad 需要 need to花 spend much money 好像对 其实这个都是不好的 英文是 人才能用spend 人当主词才能用spend 人当主词才能用spend 事物当主词是不能用spend 要用take 最好的词 最好的语法是用 最好的语法是用 it 花很多钱,要用take,什么事情? 出国留学,出国留学就是 在国外读书嘛,所以就 to study upload就好了 不会很难的 在国外读书就是出国留学,不要到字面上翻 好 这个就是 第1题 精简二要的翻译,再看第2题 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敬业 是不用说的,那是不用说的 好,看到不用说了 先翻吧 先把need list先写出来 need list to save 多点 我们找主持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敬业,主持在哪里? 当然是我们嘛 同时呢 做任何事情吗 都要敬业吗 究竟是哪一个? 这里有两个词组哦 一个是做任何工作 第2个是 第2个语词就是敬业 要敬业 你要先翻哪一个? 我们 主持 动词 要敬业 要把这个先写 你如果直接写做任何工作 度 后面有一个敬业 要变成 这有一个动词 这有一个动词 这样就不对了 动词在这里 所以 we should be 应该 要 be dutiful 比较简单 我们就写这个好了 dutiful 动词常常在前面 动词常常在后面 中间插入什么? 介细词偏语 插中间 所以做任何工作 这个就是介细词 片语 插到中间去了 我们翻译要移到后面去 做任何的工作 或者是做任何的事情 这是介细词片语 要用什么介细词? 用in 这个in是表示在什么方面 在做任何事情上 我们都要敬业 所以我们可以写 in doing any work 这样就好了 做任何的工作 这是 第一个 不见得我们要用 in doing any work 我们也可以写这样 in doing anything 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要用everything也可以 也是可以接受的 好 doinganything 任何什么工作 我们都要敬业 还有一个敬业就是responsible responsible是很负责任 也就是敬业的意思 这两个都可以相通 好了 这个 语词 也是用在 作文的主题句 放在一开始的位置 说明什么事情 是很明显的 不用说的 字不代言的